东亚青运主办全被拔 中市长林嘉伦回应 强烈的遗憾和严正的抗议 中国政治打压再一桩 预计明年在台中举办的 第一届东亚青运运动会 2014年筹备至今 投入6亿7672万6千元 眼见赛事明年就要登场 却发生主办资格遭取消 因为以政治的因素 来取消台中市主办的一个资格 我们认为这是严重违反 奥运的精神 而且违反奥会相关的规定 东亚青运将由9个国家 2300位运动员聚集一起切磋教计 是台湾首次举办奥运体系的 国际赛事 但东亚奥会理事会主席 刘鹏和中国代表 却强硬召开临时理事会 以台湾无视国际社会规范 强行联署公投禁止五星期 和东京奥运证明台湾为由 主导以投票方式 联合港澳北韩蒙古 取消台湾举办资格 我们也会跟中华奥会 经理部在讨论 后续的救济 包括可能的神署 东亚青年运动会 因打压遭取消 最受打击的是为了赛事 辛苦准备的运动员 台中市府估计这场赛事 台湾有望可夺下七斤 现在被迫取消主办将继续抗争斗底 绝对不允许政治介入运动盛事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